你拿到這個灰速繩 其實它會間接的把你的上竿的 那個灰竿的節奏變得非常的流暢 另外一個就是在下竿的時候呢 它還是具備了整個灰速繩的一個重量 也就是說我可以去找到 甩動繩子慣性的一個感覺 所以它也可以另外就是 在你在下場之前呢 是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就是熱身的一個環節 所以這個就是灰速繩 我們的節奏可以分成 1 2 3 4 也就是我們在3的時候 再去甩動它的一個灰速繩的重量 然後後面的收桿 因為避免你很用力的去打到 你也會去做一個很緩慢的一個收桿 好 所以上桿 下桿 上桿 下桿 下桿 谢谢大家